你见过会吃人的羊崽子吗 只要你被他咬上一口 就会发生基因突变 变成一只蜂羊到处咬人 这天 记得小帅和大美来到农场 偷走了一瓶正在研究的半成品样本 逃跑时俩也走散 小帅不小心绊倒 把样本瓶打碎 里面一只还没发育好的编译小羊 跑了出来 对着他的耳朵 上去就是哭吃一口 小帅疼得丝心裂肺 他使劲的拉扯 把耳朵上的肉都扯掉了 才甩掉了小羊 而另一边 大美听了惨叫 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 小羊又爬到了一处农场 学着羊叫的声音 把一只绵羊成功的吸引了过来 对着他的鼻子 直接又是哭吃一口 就这样 绵羊也被感染了病毒 而大美还在惊慌失措的到处寻找小帅 另一边 小白和狗圣开着卡仨来到农场 被一只绵羊拦住了去炉 由于小白小时候 被哥哥披的羊皮吓过 所以他一见到羊 就特别恐惧 根本不敢靠近 狗圣上前一看 正是刚刚被咬过的那只绵羊 就在他要把绵羊放回羊圈的时候 记得大美突然出现 拿枪指着他们 他以为是他们把小帅藏了起来 经过一番搜索之后 大美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时 他们看到一所房子冒出了白烟 以为有人 便开车赶了过来 可是进来之后 发现房子里居然凌乱不堪 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是雪子 突然 一只羊出现在了这里 毫无征兆的开始攻击他们 三人被吓得赶紧躲进了卧室 到了卧室里 小白这才了解 原来这一切 都是各种拿动物做实验 造成的后果 随后 蜂羊用头 把门顶住了一个窟窿 狗圣一枪将它抱头 打开门一看 他们已经被羊群包围了 也不确定 他们是否已经变成了蜂羊 只能小心翼翼的走出羊群 但刚一上车 一只蜂羊就钻进了副驾驶 对了狗圣就是一顿咬 危急时刻 小白拿出了电锯 但一不小心 被甩在了地上 狗圣掐住蜂羊的脖子 拼命的狂磕 一个没注意 蜂羊直接咬在了狗圣的脚上 狗圣挣脱开 爬到车斗上 可没想到 这只蜂羊居然也会开车 直接被那悬崖开了过去